你有多久没有打开电视了呢 好像大家回到家就是打开手机 买了电视却变成了摆设 但是对我而言 电视有可能是家里边 我开机时间最长的一块屏幕了 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三款免费的软件 帮助你提升一下电视的使用体验 希望能够帮你找回 只有在电视这块屏幕上才有的视听享受 当然这期视频全程无广 都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我的这台电视我已经买了两年多了 在买电视之前也跟对象纠结过 到底是买一个电视机还是买一个投影仪 但是实际去店里面看过了之后 我觉得投影仪并满足不了我们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 毕竟白天的时候 投影仪的显示效果是怎么样都比不过电视的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电视 那么在品牌里面 索尼和三星之间我也是犹豫了一下 也是到店里面实际去看了之后 三星的屏幕素质确实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颜色显示起来有点过分艳丽 画面的锐度有些略高 看起来并不是很舒服 所以索尼的电视对我来说 正好满足了我的审美偏好吧 但是我这里必须要吐槽几点 就是索尼的国产版本 它的网线口速度居然比WiFi要慢 大概只有10兆左右 所以大家想用的话 只能去外接一个USB网卡 这个极大的影响了我的使用体验 另外一点就是索尼电视的UI界面 我觉得做的非常非常差 在主页上几乎全是网告 然后你想要找到你常用的这些软件 只有很小的一个2G菜单入口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第一款软件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第三方的桌面 第三方的启动器 它更接近安卓原生的系统界面 大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常用的软件放到首页上 而且它设置好了之后 是可以直接替换掉原始版本的启动器的 就是只要一开机 它自动就进入到了这个启动界面 不用去再做调整了 那你要说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我们每次更新的时候 它都会把你设置好的这个软件顶掉 你需要重新去把这个APP 设置到你的常用应用里面去 第二款软件呢就是这个Moonlight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游戏串流的软件 这个前提呢是你家里要有一台有N卡的电脑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所有的网线 或者说WiFi 把你正在玩的游戏串流到家里面的这台电视上 这个Moonlight打开呢 它就有两个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 如果我们主机端已经配置好的话 我们点开 它就可以来到桌面或者Steam 我一般会选择Steam 然后很快它就有连接上 如果第一次使用的话 它会就是显示一个Steam正在打开大屏幕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然后呢这里边就可以看到我们Steam上的这些游戏 当然很多人会说我有PS或者说我有这个Xbox 但是我是一个坚定的PC玩家 如果可以的话我其实并不是很想再去做第二次的消费 毕竟PC上的游戏画质要比主机上面的要出色很多 那如果我的这块屏幕尺寸足够大 然后显示效果又足够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在电视上去看呢 所以我的这个电视用有线连接在我们这个电脑的同一个网络之下呢 它就可以顺利的匹配到 就可以用有线的方式来传递游戏画面 那如果你不是有线连接的 无线连接也可以 只是偶尔的话可能会卡一下 但总体的体验 只要你不是玩一些竞技游戏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你要说PC玩家的缺点 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玩到一些游戏吧 就像这种死亡搁浅2啊 或者说对马导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个画质去等待一下 不仅会有更好的攻略 大家会把攻略做出来 然后呢我们在PC上可以体验更好的画质 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损失 毕竟这都是属于自己独处的时间 我并没有必要去非得抢一个手法对吧 然后这里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 这个手柄呢尽量去连接你的电视 就是用蓝牙去连接你的电视 因为我的书房呢离我电视稍微有一些远 手柄如果直接去连电脑的话 理论上延迟是更低的 但是因为这个距离呢它会掉线 而连接电视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只是的话连接电视它就没有震动了 当然我在很多情况下都会觉得震动会影响我的操作 所以我可以接受 而第三款软件就是这个Nova Player 它是一款能够本地安装使用的算是影音库吧 但是它的优点是呢它可以本地播放使用 而且它对杜比世界的支持是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准备好一些画质优秀的片源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享受近似于在电影院的非常优秀的观影体验 当你想要给一些好看的电影去做拉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一遍一遍地用最好的显示效果去不停地观看它 同时你可以暂停 你可以上厕所 你可以吃东西 你可以跟喜欢的人一起窝在沙发里面 抱着你们家的狗狗一起看电影 虽然说电影院的总体体验要更加优秀 但是这种舒适性便利性是在电影院里面体会不到的 所以这款软件最好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本地执行 它不用去搭建所谓的服务端和接收端 而且它可以像其他的这种影音库一样刮削各种电影消息 对于各种类型的字幕支持也都比较优秀 更重要的是这个软件是开源的 它可以免费下载 就说到这我都已经不知道该用怎么样的词语去夸这款软件了 希望这个开源社区能够把这个软件维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还有一键三连这对我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或者想听的 也可以以各种方式来联系我 我们一起交流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